laptops 遍 很開心你們會回來 我們的直播又上線了 這個是來鳳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一倫 我們會從8點直播到8點半 然後呢 這裡一定有不同的朋友 所以改講的還是要講講一下 仙霞學院昨天在優酷已經上線啦 由優酷的朋友們記得去鎖定仙霞學院 那看完仙霞學院的朋友們可以來我的微博上留個言 然後呢結個圖 看你們最喜歡哪一個橋段 然後跟我講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製作團隊非常的用心設計了每一個橋段 不管是人物上還是台詞上還是場景上面 都是非常用心的把每一個橋段設計出來 所以希望你們就是能體驗 就是感受到這個仙霞學院 這個學院裡面的這個 這個非常可愛的這個風情 蛤 這個不卡了嗎 哇這個不卡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你看我們已經到了城市裡面了 對剛剛我們可能隱居在那種深山裡面嘛對不對 這個好像沒有很亮所以我手要高一點 對 然後呢講一下我們的境況吧 我們special今天來到了廣州 然後明天會有廣州的簽售會 然後後天呢會有上海的簽售會 在9月3號的時候會有北京的簽售會 那一場呢我本人不會到 可是大家一定還是要就是全力賣力的去支持 是我的兄弟們 因為其他人會到 對其他的團員會到 然後那一場因為拍戲的原因 所以我沒有辦法到 目前我是會參加廣州簽售會 對上海簽售會還有9月1號的北京發布會 對 有時間有能力的朋友們可以來參加一下我們發布會 我很想要在現場看見你們 對因為我昨天講過了很討厭這種網友的生活 就是感覺好像我們沒有很熟然後只有在網路上聊天而已 只要能在現場體驗就是感受到你們的熱情的話 我希望你們可以抽時間來現場看看 嘿 對然後其實剛剛有很多人應該是都是剛剛從那個一直播上面看過來的嘛 對不對 那其實你們可以直接開始問我問題了 我可以直接開始跟你們聊 對 那你們才剛聽完宣傳的東西應該不想要再聽一次 所以我把這些留到後面去 對8點近8點半的時候我會再跟大家報告一次 好嗎 好 欸這個終於不卡了是不是 那非常的幸運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我們在那個市區的關係吧 唉今天坐飛機是非常的舒適 因為我用了這個這個小椅子的這個警診 這個警診其實是某位貼心的壞公主送給我的 對然後裡面的警診是我自己的 可是我把這個套子拿下來了 我覺得很可愛 因此有一些空姐就認識了這個警診 雖然不是今天 對 因為我每次都會帶著這個警診 然後帶著他去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就像你們陪在我身邊一樣 我的眼妖水在哪裡我要滴滴眼淚下來 對啊這個很可愛對不對 嗨 哈囉 我是伊倫 有人說老他也來這裡換來這裡看直播了嗎 他們是想要講老貼還是老他 這老貼嘛對不對 老貼你在看我直播嗎 老貼為什麼要偷看我直播 老貼要 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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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在拍你了 對 老K現在有點累 因為你知道嗎 就老人嘛就是 老人的病滿多的 然後呢他現在就是屬於一個非常狼狽的狀態 其實我也是 很多人會問說為什麼網友 你現在戴這個墨鏡現在大晚上的 對我其實很多東西也看不太見 因為大晚上的戴這個墨鏡 可是我素顏 我就是有包袱的偶像 不要再叫我摘墨鏡了 好嗎 那子虹在我的後面 對 子虹其實不在這個車上 剛剛在那個一直播裡面一直叫他看線下去 那個絕對不是子虹 你們絕對聽不出他的聲音 你看這些人都在騙我 他們說我素顏一樣帥 我想要回答你們的問題 你們的留言刷的好快 哎哎哎啊 車子緊急刷車 素顏跟化妝一樣是什麼 張雅如如如真是太謝忍了 可是我知道這個 一定是在騙我的 因為你還沒有看到我的眼睛 好不給你看啊 什麼要刷優點 我當然有包袱啊 我對我的妝容其實要求非常的高 你們都不懂 對 我看誰在學院 呃 陳真什麼 陳真儀說 下次宣傳要不要素顏 當然是不要 因為 假如我們宣傳素顏的話 我們可能就混不下去了 然後就是 直接掉分 然後可能下一場就 再下一場就沒有粉絲來了 就是來現場 因為看到一群鬼 以為是鬼門開 然後一大堆鬼出來鬧這樣 哈哈哈哈 微愛王子毛 DSP 說Special是綜藝團體 又不知道我像是團體 對 這個 這個話其實我說過 我說我們Special其實蠻像一個綜藝團體 因為大家的那個 那個幽默感都非常的棒 所以 這個 這個事情讓我們在那個 上節目的時候非常的 非常的輕鬆 因為 我們團裡其實沒有那種 很沒有幽默感的人 就是大家幽默感都不錯 所以在很多梗上面 就是大家都有 共同的笑點 對 所以我覺得上節目的時候 非常的輕鬆 綜藝團體 那麼帥 其實我們應該去做那個 搞笑團體的 因為我看有一些那個 日本的搞笑藝人 其實他們長得都蠻帥的 不一定是 就是長得很奇怪 或是長得很醜 什麼的 就是其實有些搞笑藝人 長得都蠻帥的 然後我覺得他們有人氣的原因 也應該就是因為他們 又長得帥 又可以搞笑 然後又沒有包袱 這樣子 對 邪心 啊 這個是 這是我昨天講的一個梗 我說的是邪心 可是 就是 這個邪 這個邪 因為我不走正路 我們到哪兒了 一輪去哪兒 所以說我也蠻邪的 是邪惡的邪 我一點都不邪 可是我演了一個角色叫做 吳小蟹 我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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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留言真的刷太快了 我聽不懂 我最近 可能你聽我的就是 嗓音 會覺得 欸 我聽不懂 你最近 你嗓子非常的有慈性 可是不是這個原因 其實 原因是因為 我最近有點感冒 所以喉嚨 有一些沙啞 然後 聽到了嗎 這個比賽的聲音 最近 要呼籲大家就是 因為最近天氣非常的熱 我們今天 飛機在下降的時候 我聽到那個機長說 Hello 這是 Gapten 他說廣州的天氣呢 是 36度 想說 哇 真的假的太熱了吧 可是最近在台灣也很熱 那 常常我們回到家 或是進到室內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是一身汗 然後全身黏黏的 不要馬上進到冷氣房裡 一定要記得說 你身體先冷卻下來 然後 把汗擦乾之後 再進冷氣房裡 然後冷氣房 假如說你真的很怕熱的話 一開始先不要那個 溫度調那麼 那麼低 你知道嗎 例如說你想要進個冷氣房 可能就是 就是先開個25就好 26這樣子 就是比較天高溫這樣子 讓身體可以慢慢冷卻下來的時候 再慢慢的調低 慢慢的調低 不要一下就進那種 16度的冷氣房 然後冷遲 像夏天的寒流一樣的一種 你知道嗎 我就是因為這樣感冒的 所以就是 現在滿困擾的 宣傳期感冒是一個很 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我們每隔幾天 就會有一場表演 或是 假如沒有現場的表演 就要上一個通告 所以 我原本是 希望自己身體 是在一個最好的狀態 可是卻感冒了 好險你看 我們團體人多 所以我們可以互相的cover 這個就是人多的好處 對 好 好 來看一下你們的問題 你可不可以不要感冒 我們會擔心你 啊這個其實不是我選擇的 謝謝你們擔心我 可是我希望自己是 可以 不要感冒的 我也希望你們不要擔心我 對 可是 正常感冒我都不太喜歡看醫生的 我就喜歡讓這個感冒自己好 對 我們已經到我們的 我們的酒店了 好 唉 唉 這個這個景點真的超級舒服 唉我弄了我反面了 還在我 對啊 我們到八點半呢 Dylan說他想跟你們播一播 對 Dylan Dylan講講話 Dylan也想講講話 嘿我們到了 對 Dylan我們把這個手機交給Dylan好了 要不要 Dylan是誰 Dylan Special Dylan 太瞎了吧 剛剛老貼睡著了 你也知道就是老人比較 老人比較愛打瞌睡嘛對不對 那我就是一個精神充沛的一個小子 所以我在這裡跟你們直播跟你們聊天 Dylan跑開 超重 Dylan最近有什麼喜歡的電影 我近期看到最喜歡的電影就是 仙霞學院 仙霞學院 沒錯 那有優酷的朋友們 一定要記得上優酷看仙霞學院 知道了嗎 來看看陸帆同學 還沒看的但是也可以看 要不要你來宣傳一下 就是我剛剛講的你都有背起來嗎 對不對 其實我沒有欸 我剛剛睡了 老貼老貼 剛睡醒我腦袋裡面只剩下去 對對對 你也知道嘛 老人就是容易忘記 一兩個 Evan在旁邊嗎 Evan不在這一車唷 Evan不在這裡 陸帆好帥 Evan在我房間等我 呵呵呵 Evan不在旁邊 你們聽錯了 Evan不在旁邊 對 Evan跟我們那個 到的時間不一樣 因為最近他們也有 呵呵 他們有那個刺客列轉的宣傳嗎 所以他們是 事先先到的其他地方 欸來啦 來這裡 來這裡 謝謝 來吧就好 來吧 我也想每一場錄影 見到你們 嗚嗚嗚嗚嗚 嗚嗚嗚是哭的一亮 嗚嗚嗚 這樣 對啦 我們是希望 可以很長的去見面 因為我們也盡可能 再把每個地方 的那個時間都分配一下 像常常我們會有很多就是 大馬啊 新加坡啊 或是香港的一些粉絲 對 然後問我們說 什麼時候可以來 就是馬來西亞 什麼時候可以來 香港 什麼時候可以來 新加坡 什麼時候可以來 北京 什麼時候可以來上海 什麼時候可以來 什麼就是 這個地方很多 然後我也知道 就是有世界各地的你們在選 就是支持著我 什麼時候去加拿大 對啊 什麼時候去加拿大 對 什麼時候去美國 對 什麼時候 欸我們還有一些 就是 讓我們很訝異的地方 例如說歐洲的粉絲 會讓我們覺得 欸就是 對不對 就是覺得說 為什麼會歐洲有人認識我們 這個團體 那就是自己 心裡也是有點受寵若驚 那我們絕對就是 會一直跟公司討論說 哪裡 就是 什麼時間 什麼檔期 大家都有空 我們可以一起去一個地方 然後讓那些粉絲 就是那個地區的粉絲們看到我們 現場 因為畢竟有一些地方 就是離我們也比較遠 然後加上我們 人這麼多 每一個人 檔期都不一樣 那很難在 就是我們每個人要聚集在一個時間 然後同時去一個地方宣傳 這個事情 人越來越多 然後 其實就變得越來越困難的去做這件事情 不過相信我們 我們一定會好好跟公司討論每一個人的時間 然後 就是照顧到每一個地區的朋友們 對的 所以 其實你們每次問我說 欸什麼時候 special什麼時候要去哪裡 其實我也沒有辦法回答你 可是假如 你一直關注我們special官方的微博 官方的臉書 還有官方的instagram的話 我們一定 就是團員們還有官方的那個special官方的Facebook 一定會在第一時間把這些消息都使出去 所以 就要麻煩你們你在那個 耐心等候一下 我們會盡量照顧到 各大地區的朋友們 知道了嗎 SAM的熊說 紫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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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開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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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 changed plan 黃偉晉偉煌說什麼時候去北極 我現在越來越懷疑就是黃偉晉偉煌 其實就是黃偉晉他本人 去北極? 北極不是我講的嗎? 原來是你啊 你就是黃偉晉偉煌是不是? 我上次有說去北極還來南極 沒有就是因為我剛剛在講說 就是我們要去各大地方宣傳 然後就有人就開這種玩笑啊 就說什麼時候來南極?什麼時候來北極? 南極其實蠻好的耶 我有考慮去南極 搞不好就是我們會有一大堆就是北極熊粉絲 或是那些什麼企鵝粉絲在那邊拍他們自己的聲音 企鵝是什麼聲音啊 現在有多少個人在開啊? 是1.7萬人嗎? 還是什麼熱度有2萬6這個 對 這個留言真的刷太快 然後留言框不能變大嗎? 可以嗎? 欸? 他兩塊很小 好小喔 這麼小一個人 你要入鏡嗎? 有 我看一下 鼻孔貼 鼻孔貼 這是鼻孔 你看超小的 好小喔 對啊 這是留言一塊起來就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我也很想要回答你們 每一個人都 因為後面已經堵了 我們讓他們堵車了是不是 我們讓別人堵車了 真是對不起 真是對不起 對不起 好啦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我們的酒店了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準備一去酒店 我們就要開始休息 因為就是好好準備一下明天的簽售會 明天在廣州有簽售會 後天在上海有簽售會 還有9月3號在北京有簽售會 你知道嗎? 拜託拜託 然後呢 優酷的朋友 好不好 我一講優酷 你們就知道 我要講什麼 所以 還是把握這個時間 跟你們好好聊聊天 好嗎? 對我希望 其實我自己希望就是 有更多時間 可以直播一點 可是 我們最近的行程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滿 所以呢 比較少時間在做這個經營 直播上面 然後公司有規定我們 說一定要在宣傳期的時候才能直播 然後公司會匹配給我們說 什麼時候在什麼平台上 做什麼樣的宣傳 所以大多其實我們直播 都會為了就是 宣傳 不管是戲劇也好 或是專輯也好 我們都會 往這兩大方面去 去推廣 又有人問說 跟誰同房 跟誰同房 我已經講過了 跟誰同房 我今天跟老人同房 OK 老T 欸為什麼大家叫你老T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誰叫你老T 開始 是你開始叫的嗎 為什麼你會叫他老T 不知道 覺得很順 老T 有粉絲朋友們在這裡 很想要入鏡 這群 瘋女人 哈哈哈 跑來跑去的 在一個酒店 跑來跑去的 幹什麼呢 你們先進 你們先進 欸對你進來 欸 對我要進電梯裡 所以可能會斷訊 我會這樣講 是因為 是因為他們在酒店裡面 跑來跑去 叫來叫去的 呵呵 喔這網路直接卡掉一個 就是我們在電梯裡 直接卡掉一個 我們要先去跑去等 這是我們的樓身嗎 喂喂喂喂 喔斷了斷了對 果然斷了 對剛剛 在電梯裡面 所以那個 訊號有點斷掉了 對 欸 喜歡 到底喜歡陸奇還是紫紅 這個問題昨天有回答過 蛤 喜歡陸奇的 喜歡紫紅的 是以倫同學 呵呵呵 對 為什麼一定要優酷會員 才能看仙霞學院呢 因為他們合作啊 所以就是我們在優酷 是我們播出的這個平台 所以一定要在優酷上面 才能看到仙霞學院 好嗎 然後沒有優酷的朋友們 可以去一下在優酷 然後註冊優酷 然後我昨天有說過 就是20萬送出一個福利 是我會給大家一個 一個序號 那我決定在這個直播 的之後 我會把這個序號 打在我的微博上 發一條微博 然後你們就可以看誰的手 手快 腳快 眼睛快 去把這個序號打進那個優酷 他們有一個網站嘛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序號打進去 然後你就會有一個月 免費的優酷會員 然後你就可以拿這個 來看仙霞學院 看完之後 你可以來我的微博上面留言 然後呢 截圖一下裡面 你最喜歡的橋段 然後並且告訴我說 為什麼 你喜歡這一段 是因為他很好笑 很帥 還是你喜歡他的劇情 的發展 對 跟我說一下 好嗎 好呀 好嗎 是的 對對對對對 喔 我又跳成了是不是 有一些人還沒來啦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 大家是分批來的 所以有一些團員其實還沒有到 然後 我們是一部分的團員們先來 對 現在只出現斷斷續續的聲音 這個房間裡好像也很卡的樣子 聲音重播系列 那怎麼辦呢 又卡住了 又卡住了 我是不是要到外面的地方去 剛才卡了 所以說在可能在房間裡面是 比較卡的 那我決定還是出來好了 對 出來跟你們把這個直播做完 我們剩下最後八分鐘的時間 可以大家一起聊天 所以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直接寫在留言裡面問我 然後 對 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個是仙霞學院 第二個是 明天我們在廣州 可以見面 所以大家 有時間的朋友們一定要出來 然後 仙霞學院一定要大力支持 一定要為我們的製作團隊 真的非常用心拍了這個片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 就是好好地去觀賞它 重播它 大概兩百七十次就好 如果要求的不多 就兩百七十次就好 好不好 大家看個兩百七十次 笑死我了 你在笑什麼 蛤 是不是 就是 因為 倚倫小天使 太幽默了 欸對 為什麼 就是我還是沒有搞懂 一直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 我在微博上會有一個 就是 暱稱叫做 倚倫小天使 對為什麼 這一點其實我沒有搞很懂 你們應該知道你們的名字叫 壞公主 壞王子 對不對 對 所以我不懂那個小天使是怎麼來的 就是有人叫我壞國王 這個我 我了解 對 怎麼搶會員 我剛剛講過啊 怎麼搶會員 就是等一下我在這個直播之後 我其實會在我的微博上面 把那個 優酷會員的月卡的那個會員的那個密碼打在上面 那就要看誰的手快腳快眼睛快 要去我的微博上面看說那個密碼是什麼 然後你就可以請優酷的官方網站 你可以把那個上面的密碼打進去 那你就可以享有優酷一個月免費的會員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個會員呢 去看仙霞學院 然後把這個仙霞學院解圖 然後 貼在我的微博上 或是私信 跟我說你最喜歡哪一個橋段 跟我說 OK 好 什麼叫做 以倫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小天使 他裝可愛這樣 怎麼還會有人在問我怎麼講會員 怎麼還會 因為我都講了這麼多遍了 是不是因為我是一個rapper 嘴巴不就快 所以你們聽不到 還是因為這個直播其實現在其實還是很卡的 我沒有在刷你們 OK 我真的會把這個密碼PO上去 那我希望這個密碼是可以用的 應該是可以用的 應該是可以用的 因為是優酷他們那邊送我的 然後我決定 就是因為我昨天有粉絲在問說 20萬 萬一輪 20萬 你要送什麼福利給你的粉絲 其實我沒有先預想這個問題 然後20萬來得太突然 我有點受蟲若驚 所以我決定把這個送給你們 然後又剛好搭配上現在上映的仙霞學院 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有這個機會看到 那可是優酷會員呢 不是每個人都有的東西 所以我想要把這個小禮物送出來 給你們大家 對 哇 這個留言有點快 有點快 讓高麗菜的入境 不行啦 因為我們現在的團員就是大家都蠻累的 然後我們也是一大早就開始就是忙 就是要來這裡宣傳的這些事情 所以大家都是素顏 我也是素顏 所以我今天才這個大晚上戴著這個大墨鏡 不讓你們看我真正的面孔 七月了 鬼月了 不要出來嚇人 王永倫你今天嚇到我 呵呵 我不想要你們來客訴我 呵呵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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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來了什麼東西啊 超帥的今天 蛤 誰是今天 你跟我講 你說超帥的今天 蛤 今天是誰 我一定要比他帥 呵呵 呵呵 Special男神 對 我們是一群男神精病 對 我們是一個綜藝團體 很多人搶 對啊 就是一定要關注我的微博 然後一定要關注那個 桃夢文營業 優酷還有優酷會員的那個微博 那我會在我的個人的微博上面發送我這一組密碼 那什麼時候呢 我不會講 可能是在這個直播之後 可能是在這個直播直播直播之後很久 或是maybe明天 嗯 嗯 嗯 好 所以這個就是要等你們自己看你們手快腳快拉線的時間是8點27分 我是黃毅倫 今天要跟你們推薦的一部電影呢 就是優酷剛上映的仙霞學院 它只有上映一天而已 然後我在裡面是演了陸凡這個角色 所以你們大家就是有 對這個題材有興趣的話一定要去多多支持 好嗎 對 多多支持 然後呢 希望你們會喜歡 這也是我第一部拍攝的這個電影 所以呢 有 我相信有很多地方還是不足的 所以你們有任何建議啊 有任何什麼想要對我說的話 想要對我說的一些感言啊 什麼都可以跟我講 那我都會很虛心的接受 因為畢竟這個是我第一部 第一部就是拍攝的那個影視作品嘛 所以還是希望你們可以去多多支持它 好嗎 那支持之後再來跟我講 嗯 好不好 好嗎 好 我真的是一個超愛撒嬌的人 好 所以明天 廣州 的簽唱會 然後呢 上海 在後天 9月3號北京 Special簽唱會 Boys on Fire 我們有三個版本 在現場都會開放幾個名額 就是一個固定的名額 給大家上台來簽名 然後跟我們互動 那詳情就要上我們就是Special官方的微博 然後去看一下說就是具體的時間啊 地點還有那個表演的內容是什麼呢 我呢 就在此 告辭了 去 飛走 沒有飛 所以我就在此先跟大家說一聲再見了 好 大家記得一定要看神霞學院 那那些有時間的人呢 我們可以在廣州明天的簽唱會在現場見 好嗎 拜拜 拜拜 拜託